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 战争机器物中最新的大师难度挂机刷经验的方法 那么呢首先呢你需要有四个朋友啊 一起组队 然后去匹配最新的这个圣诞节持久战 然后呢系统就会创建一个匹配的房间啊 谁都不是房主 所以说掉线的话 还可以再加进来没有关系的 那么的阵容的话 由于这个模式呢 没有什么枪可以给你 所以说不需要捷克 那么呢必备的角色呢 有戴尔、爵里还有凯特 另外两个角色呢 可以来玩巴德 或者说来玩鸡根也可以 为什么鸡根它可以刷无线榴弹 游戏开始的话 你就把这个装配机往后面挪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戴尔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成本非常的低 1240个一个路战 所以说待会我会教你们戴尔要该怎么建造 那么路战的话暂时不用升级啊 我们先把东西买好 到时候再统一升级 但第一波结束的时候呢 就可以3100的价格再买个武器柜了 到了第三波会结束的时候 可以以3100的价格再买个杆少 但是这个赶上的战时先不用 接下来我们先把最前面的路战升到二级 万天呢 我们再把这个沿地后面的路战升到四级战的话 可以保险旗舰防止一些漏单的出生时候 通过这个沿地跳进来 好的 回到了第六波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武器柜升四级了 那么呢 我们可以再买一个给那个凯特用啊 OK啊 又可以再买一个了 也就是第六波结束的时候呢 就有个四级的武器柜 然后第八波结束的时候呢 有个四级的路战 第十波结束的时候有个四级的感受啊 接下来就可以滑水坦赢了 你可以看到左边有个二级的武器柜 那是给凯特的 我玩点三刀四级 右边呢 四级武器柜上面全都是鸡根刷的榴弹啊 给决定用 你可以看到左边凯特啊 用绝杀陷荡散流血 然后右边呢 决定他用榴弹啊 给敌人散流血 这样的话输出是绝对够的 幻且中间呢 还有巴德的四级的感受 他的感受呢 有25%的增伤 还是可以的 这样躲在装配搅后面滑水大石 还是非常的开心的啊 我一个晚上呢 和朋友就可以重复开这个大致的二十波 开好几趟 那么呢 最后我再发起实况给大家看 就结束本期的视频 不得不说这个圣诞持久战 还是非常好玩 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很简单 只需要守一个房间就好 这的话给刷经验刷卡啊 聊超话 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一笔 收藏加关注加分享咯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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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带掉 铁带掉 差点就把我炸死 在先好人之后已经超级别人吃饱了 上一局我们是15波翻车 这局不要 把就是这个时候翻的车 你妈的作文符号我招了你 我招了 我招了还记得有钱 凯特顶一顶 我现在把紫衣兵抓一轮 WTF 你抓的什么 你让巴特回来呀 小老弟 投出火焰弹 哇跳了 你妈就没有紫衣兵 你妈那里面的套他是什么情况 太棒了 投出火焰弹 下边上 快进到尾 上 投出电架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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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破射倒下了 流出火焰手榴弹 这电枢服好猛啊 因为你还能那个火焰手榴弹 跑到第一个场子就冷 哦 应该一个火焰一个散电 各种球 太稳了 吻的一屁你妈的 吻出火焰弹 吻出电极手榴弹 你相灭报火兽 呀 没钱买了 来 你再来 我给你钱 快点 你去玩吧 继续炸 继续炸 吻出火焰手榴弹 继续炸 继续炸 吻出火焰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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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这种还好玩一点 起码大家都有参与感 除了巴德 吻出火焰弹 吻出火焰手榴弹 吻出火焰装 阿德呢 鲁依壮厄装 忍吻 你把自己收死了吗 都拿了 快 让我复活再杀 快 让我复活再杀 让我复活再杀 尚游的话 有复活再杀 对对对 把大聲弄了 不聽圈 反正就不聽圈 你不復活了嗎 沒有 工具人復復復活不要緊